平常外國的景色都可以拍攝 外國的懸崖照片 真的是懸崖 不太高,跌不死 下面是海 構圖也挺漂亮 今天陰陰地天 打算去油塘那邊 有個三家村舊礦場 未去過,路應該比較短 地圖說油塘站走半個小時 我實測看看是否 我又停下停下 可能要走九個字一個小時才進去 是一個很短的旅程 亦適合用4K拍攝 因為4K短短的 我回去又不用攪載那麼久 就出發了 暫時地鐵站也有地攤經濟出現 三點鐘的地鐵 都有些人 一路坐地鐵,一路看風景 很久都沒有來油塘 油塘一出,地站就看到碼頭 由A1出去 應該沿著一條路去三家村那邊 我自己有一陣子都沒有來過 也都沒有認真走過油塘 這裡有一間大本營,一個大商場 它也可以連接到魔鬼山那邊 每天都很想逛逛 油塘出口,這裡有一些石公仔 真的有些人坐上去 挺有趣的 嘩,很噁心 中港通 這裡有一間旅行社 現在當然是不通,所以沒有人 這裡有一個大型巴士站 交通也算方便 這裡有一間214巴士 我突發奇想 如果想便宜便宜 就跟女兒說 214巴士,情人節 帶你坐及巴士 都是一個挺不錯的活動 又便宜 油塘也有工業區 感覺上大廈 好像比深蒲江那邊的工業區 途徑一個公園 三家村遊樂場 沒什麼特別 沒有料到,就不拍了 又和公屋居屋 在這裡 坐到擦天 在這裡興建 看到一條金魚 歡迎來臨 你圓滿 一邊可以去三家村碼頭 那時候去東龍島 就是搭那邊的船 好像有一條路 可以去三家村 但今天就不會去碼頭 去三家村那邊 有一個路牌 寫著海鮮美食區 你圓滿 還有三家村 這個我真的沒有去過 照舊 一望出去 有個避風塘 這裏是不會移動的 這裏是不會移動的 一架一架船 全都拍在這裏 4K 先打一張卡 好大條金魚 很棒 第一次見 打卡 打卡 這裏都算是一個旅遊區 因為牌子真的很多 走兩步就有牌子 很清晰 天候廟 觀景點 還有一個里縣門創意館 還有一些海鮮檔 可以吃海鮮的 一條街都是餐廳 食肥 食肥 包羅萬有 小市集 今天人流不多 很多市多 感覺上好像大澳 長洲那些地方 其實裏面真的是一條村 我沒有查過歷史 以前都是鮑魚為主 所以會吃海鮮 這裏有很多海鮮 沿著這條路走 今天都很安靜 我都特地選平坪走 免得 星期六天就很糟糕 逼滿了人 我想是人們買海鮮 然後就 找一些餐廳 湯去吃 應該就是 它是分開的 海鮮歸海鮮 這裏就是 只買給你 你自己要再找餐廳 或者自己製作 這些是海鮮酒家 可能買完 你就可以抽過來 然後製作 整個海鮮市場 這裏就是 很大隻龍蝦 那裏就是 整條街都是 我都很久都沒有進過街市 很多 很多 很多不知名的海鮮 這間餐廳很漂亮 這間餐廳 沿途也有很多餐廳 基本上 這裏就是 又有一間 旁邊就買海鮮 買完就可以拿過去製作 感覺上就是 這間餐廳 挺有趣 又不想走去西貢 然後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海鮮市場 這裏就可以了 做到這件事 你感覺到 這裏就是 整條路就是這樣 外出就很有趣 這間餐廳 真是村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很破舊的 這間餐廳 又不知怎樣走 見路就走 又回到一些村屋的走廊 好殘 好舊 又回到一些古代的環境 牆上也有標記 我們先去燈塔那邊看看 挺有趣 有箭嘴 好像迷宮 嘩 這條路是這樣的 是嗎 好像進了人家的後巷 怎麼這樣走 我不知道有沒有走錯 應該是走錯 不斷走錯路 我可以拍攝一個環境 好像迷宮 就是蠟燭這個地方 你看 整條路都很像 真是不看地圖 真是不知怎樣走 去到這裏就沒有路牌 我完全不會走 打完問號 去不整個燈塔 不過見路牌 走回大路 始終第一次來 找人可能要再補充一下 我想這裏也有些隱藏的避景 正正常常 走回遊客 可以走的地方 這裏也有個球場 被村民打球 不過今天就沒有人 這裏是里原門創醫館 不過今天就不開了 今天就 身後可以看到少少海景 但這裏就不太開洋 看著等船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裏的茶樓都很美 不過可能晚上才開 另一邊的海景 這裏有個門口 但是不可以進去 可以進去就好 裏面可以有個小碼頭 好 來到著名景點燈塔 好漂亮 不要開玩笑 待會走近一點看看 先看全景 看到一堆人在這裏打卡 這個位置很棒 近地的海 水不是浪 很平靜 旁邊有些釣魚翁 在這裏釣魚 這裏是里原門燈塔 有很多沙 地上亦有很多碎石 那裏的路 一般 美女在這裏打卡 有些龍友在這裏打卡 是否租回來的 現在很流行 租模特兒打卡 還有一些貝殼 看到這裏有些貝殼 有很多貝殼 有些蜆 有些情侶在這裏打卡 可以走到這裏的石頭 可以小心走到這裏 因為有些狗屎 很漂亮的 如果在這裏拍照 有個燈塔 應該可以走上去 這裏有很多人 很漂亮的 很漂亮 整三、四個龍友 可以對一個模特兒 雖然不是巨浪 但是平靜的海水 也有治癒的作用 可以沿著這條路 慢慢地距離 可以距離出去 景色更加漂亮 很漂亮 燈塔的位置 其實這裏有條梯 但它不開放給人 所以要用一些技巧 距離上去 不過這個角度看浪也不錯 嘩 浪打上岸那裏 很棒 這裏有整個全景 看到了 我後面有燈塔 海浪很棒 先打一張卡 嘩 現在浪才是來的 看浪也不用進西貢看 鯉魚門可以勉強看到浪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那裏有一個廢墟位 遲一點 還有補拍 其實這裏有很多有趣的位置 其實這裏 就是鯉魚門村這裏 這裏是三家村 最後來個Pan Shop 很多秘道 這裏有條秘道 走出一點點看看 出去有石灘 看到海 有些人在釣魚 那裏有些爛屋 可以打卡 沿途可以看到裡面的村屋 到 collectively 還有一個環境 這些村屋也是 有些不漂亮的 有些不漂亮的 有錢就會 建得好漂亮 都與現實社會一樣 這座位是簡陋一點 這座位更慘 這座位應該叫寮屋 陶輝還住 遠處望天后廟 這座位是一次排開 人們在釣魚 看到對面的 對面是港島 沿途也有些壁畫 繼續走 前面是天后廟 據說這條路可以通往魔鬼山 我想這條路可以通往魔鬼山 因為基本上都會連接 這條路很漂亮 我挺喜歡這些欄崗 繼續走 這裏是天后廟 這裏很大塊石 這裏有個炮台仔 想買給他吃 古董 天后廟應該正在裝修 不是在裝修 應該可以進去 進去看一看 一場地 不算是很大的廟 放一些神像 裏面是這樣的 海窄長樓 這裏是海角潮陰 我想這裏是對聯 四字像 你自己一個一個找出來 這裏也是一堆石灘 我想也不要走錯路 因為真的內有惡狗 寫著挖頭路內有惡狗 那裏真的有惡狗 始終村屋都是有惡狗的 小心點走 我都怕會走錯路 因為那個礦石場應該是景點 理論上應該沿途沒有狗 如果有狗就代表走錯路 村民都怕你走錯路 此路不通 免是打擾很多居民 往舌江牆 走回正常的路 這邊的寮屋更加殘 牆也很舊 窗也很舊 頂部更是 好像用鐵皮頂住 就是頂部 很漂亮 快到了黃昏 這裏可以走出石灘 走出一點 看到海 就可以拍到一個美景 很舒服 很美 加上陽光剛剛好適中 太浪費了 看到整個港島 有些人都在打卡 釣魚 先打卡 每個海旁的位置 基本上看出海也有些不同 尖沙咀 看出去 港島看出去也有些不同 這條石路也很漂亮 很公正 這舖是大嶺 有狗難路 我不敢走 可能今天就拍到這裏 這裏有些狗 很害怕 看到路人家 電閒碰過 很害怕 這是村民 問路人家 慢慢走不害怕 但是狗聲很害怕 現在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為什麼人家可以不害怕 我很害怕 其實沿途也有很多狗 不過我想牠是這樣的 牠不會亂放狗出來 牠可能 牠可能 飼養過 那些狗是比較純 牠才放到 我狗 牠居住在屋裡 為什麼條路是這樣的 但是牠是指著這個方向 所以牠繼續走 應該是類似一些廢墟的地方 哦 到了 傳說中的舊石礦場 有人打卡就打卡 釣魚就釣魚 也是一個 朝聖的地方 香港值得 好 慢慢細小一下 這個地方 很棒 這裡都可以看到浪 中間不是很大 沒有龍蝦灣那麼厲害 西貢的浪 很棒 暫時找不到什麼美景的位置 先打卡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立方的石頭 裡面有很多碎石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上面 就卡到一些掛粉 它後面這個 雖然沒有地質公園那麼漂亮 那些顏色的形狀 但是這樣看下去 其實都很壯觀 我來到其實需要一個中左右 因為中間有打壓卡 又拍攝一些店舖 如果你說快走 都可能要跑 可能半個小時也可以 所以Google地圖 真實地來到那個時間 我好像覺得 哦 看到了 人們拍這塊 哇 整個航空母艦 在海中間 看看 就是這個廢墟 這個就是舊礦場的位置 相信就是 突出了 還是是碼頭來的呢 近一點看就是這樣 一個廢墟的地方 原來還有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這個舊礦場很大 我看到周圍都有人 開始看到 但是這床的地方也是 我看到一塊小的地方 現在也是 我想這個位置也算特別 我從這裡有一條路 爬一點點上來 嘩 然後又看到一些商場景象 這麼多人 打卡 拍照 拍照 拍到一些芒草 在這裡也有芒草 不用去什麼大東山 這麼高拍 哇 奔沙照也有人拍 這麼瘋 航拍 又有人在這裡玩 航拍 又找飛機仔 幾舒服 這些場景比較有趣 就是古代遺跡 這裡有個懸崖位 可以看出大海 應該錄了一些風聲 平時那些很美的 外國那些 在這裡都可以拍照 外國那些懸崖照片 真的 懸崖 不是很高 碰不死 下面就是海 構圖也很美 我純粹是很美的 這邊就是拍攝 芒草 中間有個模特兒 這裡有些人 拍攝畢業照也有 嘩 搞笑 可能這個石壁也有趣 真的都很美的 整個環境都很美 那些芒草 很矮的 但你蹲下 都可以裝得到 好像很多 其實你見到 這個範圍很矮 後面有些人 可能會全崩 要遮一遮 這條路 感覺上 這裡就好像 去了一個芒草園 還有 這樣看 這裡 我起碼數三四個 在這裡玩航拍 這裡 我想應該是航拍 可能他周圍拍 一來可以拍到 整個 魔鬼山的海岸 第二 可能有些暗位 看不到 其實可能很美 看到有個女生 鑽進去拍 這邊的芒草 比較高 不用蹲下 她的男朋友 可以幫她拍 我反而很喜歡 後面的山脈 反而很美 這樣拍出來 你說另一邊 這個海景 就普通 也可以 整個廢區的全景 就是這樣 看看還有什麼位置 可以探險一下 看看那些人打什麼卡 打這個位置 這間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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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洞 有什麼看法 哇 裡面很陰森恐怖 有種很陰森的氣場 但沒什麼 一堆垃圾 在裡面 找到暗路 又可以通過這間屋子 那裡 這間屋子 一個廢屋 這個位置其實很危險 因為 我走錯半步 就掉下去了 哇 下面又在花 那些人很喜歡 跟這間廢屋子打卡 那我先打仗 這間廢屋子 又掛了一些 好像道家那些棋仔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 是不是代表這裡 啊 不過到處都有的 如果你說過那些 就 那 就是來了這裡 其實就玩 可能玩 半個小時 你都發覺沒有東西拍的 那 這裡特別之處 有很多奇形怪狀的那些 那些 那些草 樹木 什麼都齊 芒草 你都找到的 那些岩石也是 就是 它是好像一個 就是 你可以 騙人家的一個景點 你拍了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拍的 就是 你可以說 我進了西貢也可以 對不對 這些草 那些廢屋又有趣 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反而我真的挺欣賞那些岩石 這裡 這麼大 舊石 你也看到 那個人仔 然後 這裡的石壁又是很特別的 一階階上去的 到沿路出去了 以為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拍的 原來這裡三家村 都可以玩你一兩個小時 如果慢慢拍的話 可能是三四個小時 都可以 這些小黃花 剛剛才留意到 回程才覺得 這塊東西特別的 這塊石頭 勾了上去 剛才拍過 海國潮音的位置 嘩 我想晚上也挺漂亮的 這裡 看到一辣 開光燈很棒 可惜還沒進去 這裡有一輪廚 記載了 溫袋 山竹 還有天鴿的水位 溫袋最厲害 1962年 山竹 是其次 2018年 都很高的 去到我這個位 應該是膝蓋的位置 我想這條村 地下會浸 基本上 地下會浸 牆上畫印 將來會有油顏色 慢慢油 變成一幅壁畫 可以看到 村民和狗 很友善 在這裡 幫狗 抹嘴 回程 補泊 這個廢墟 坦白說 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人們很喜歡 在這個環境 打卡 看清楚 好像有人居住 裡面有三個 照片 打卡 回程的時候 開了 看看是否可以 因為旁邊的屋 都很有趣 真是在海上 很臭 不過海 就是這些屋 整個環境就是這樣 這個碼頭 很別致 這個位置 今天沒有人 晚上開了燈 就蠻漂亮的 看到整個油堂的景色 不錯不錯 油堂 那邊應該是魔鬼山 那邊應該是港島那邊 沙基灣 那邊的 小西灣的景色 先打卡 油堂的景色 海鮮也有 很大隻 這裡也是 很大隻海鮮 還有水魚 還是什麼 不懂分 龍蝦 晚上酒樓開始開了 特級美豪油 六十元 籃裡面還有一隻貓店長 還有兩隻 這些是前舖後居 看著看著 在吃貓糧 放工時段 回來油堂站 雖然沒有抗爭活動 但是在牆上 其實在柱子上 都曾經貼過 所以看到 感覺上 都是雙痕累累的 今天嘗試這個 鵪流亭 那些 海鮮鍋燒烏冬 要加一 85 看看值不值 這個 這是鍋燒烏冬 下面 是太火了 湯也挺濃 不錯 吃了一半 湯也挺不錯 烏冬也夠大 不過 那些菜 就普通了 第一次吃 這個鵪流亭 OK 正常水平 可以再試 整個里沿門三家村 就拍了一次 挺有趣 可以成為一個短途的旅程 今天都有些新聞 一個港台記者 查721事件被捕 說他在港台節目裡面 查車牌 原來查車牌不准 他現在退身法律 越來越瘋 你上網找到的資料 竟然會變成犯法 回去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收看